我先说说就是我在家居饰品这一块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在装饰这个软装这一块呢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大 你比如说画 我觉得这一个房子里边就是一定要有一到两幅大一点的画 就是很醒目的 包括这个视频我也喜欢大 我不太喜欢那些小小的视频啊 就是很多的那种的 然后摆在博骨架那个我一点都不喜欢 说实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它很乱 就是很难摆出美感 除非你趴在那一个一个欣赏 否则就是你总体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博骨架 它又显得很老气 所以我不喜欢买那些小视频 我喜欢买大的 就是家里边一定要有几样大东西 就是我这个家里边 有几个大东西呢 首先就是这个大的这个陶罐 这个是相当的大 就到我的这个胯上面 就有这么高 然后这个叫树干 其实都是我原来那个房子里 那个花园里边 我给它聚下来的就是 当时选的是刷 被我刷了这个蓝色的漆啊 然后还有一根呢 就刷了白色的漆 蓝白的 然后跟这个下边的这个海蓝色 就比较比较比较那个色彩比较搭 然后我弄了这个一个灰色的 一个白色的这个花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饰品 其实我喜欢这个房间里有这种大的饰品 像这个呢 其实是国内带过来 我十几年以前买的了 这个花呢 其实是我在北京的那个房子 那个里边的一个花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 然后运家具的时候一起给运过来了 大的饰品啊 这个是我为了这个房子买的 其实更准确的说 应该是为了这个餐桌买的 实木的餐桌去掉以后呢 就这样什么也没有的话 你看就看了几把椅子 摆在上面就很难看啊 所以我就淘了一个这么 这不是淘的 这还挺贵的 这是在一个家具 这是一个在家具饰品店里买的 然后它很大 你看跟餐桌比起来是不是 它中间的这个木头 跟这个餐椅呢 这个木头它能协调起来 另外呢 它很有气势 有大的一个饰品 所以我很喜欢 然后这一组 其实是我在上一个房子里边 当时是以绿色的为主嘛 所以呢 就是当时逃来的还是买了 我都忘了 然后就是这么一组 绿色的这种玻璃的器皿 然后现在 不需要了 我觉得往哪放啊 所以给它堆到这儿吧 我就给它放到这个角落上了 其实应该放三个 但是我就有四个 所以我就 就放到这儿吧 餐桌上 因为我们现在 不在这个餐桌吃饭 然后我就很喜欢 这个白色的 我夏天的时候 我会用那个院子里 有绣球嘛 我会不停地 从绣球花放到这儿 因为我那个绣球花 有那种 从白色变成 淡绿色变成 奶白色的那个绣球 我觉得很漂亮 我就会放到这个餐桌上 然后冬天没有了 我就会把这个白色的 这个花放到这儿 我很喜欢这个白色 这个桃罐 是我正儿八经的 为这个房子买的 就是我当时买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 这么大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高的 现在被我拿到车库 用不上了 我自己刷的漆 然后那个这个蓝色的 现在这个六年了 这个颜色都掉了 这两个大桃罐 我当初自己买回来 从车上往下卸车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豆角哥在国内嘛 就是我自己从车上 给他搬下来的时候 特别不容易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灯 这个灯呢 大家应该很熟悉 其实就是一家家居的 可是这个灯放到这儿呢 就是你看这种 现代风格的 然后这个灯 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灯 完全不是这感觉 这个是桃来的 从格尔赛尔买的 然后它这个还质感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呢 我又淘了一个 当时它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花盆 然后我又淘了一个 这个罐子 把这个放到这个罐子里 我觉得还还蛮好看的 这个空间 它上面有个顶灯 这个空间 因为在玄关边上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我原来的设想 是在这个位置上 要买一个艺术品 雕塑品 然后是那种瘦长的 高的 然后造型 就是比较艺术的那种感觉 顶灯设在上面 我觉得挺好的 可是这么多年 我就没有买到 没有遇到 合适的 最后呢 就是一直空着呢 最后一开始 把那个大花瓶 放到这儿了 然后现在呢 我又把这一盆花 放到这个位置了 就等着以后 再去淘了 也许日后再遇到 合适的 我会去 给它买下来 这个位置换上 这个视频 都是我从国内带来的 酒店公寓嘛 那么小的房间 就什么也放不下 所以这些东西 觉得买的时候 其实都挺贵 都那个 就不舍得 给它扔掉 所以说 都给它带过来了 就这都 都给它用上了 说说这个 这个书柜 其实呢 我为什么当初 把这个书柜 放到这个车库里了 就是因为书柜 因为我们现在 说实话 我呢 也不读书 因为现在都 从网上看东西 这个书柜 你很难布置它 这是一整套书 我觉得 这终于解决了 我这个书柜的 一个大问题 都摆上这种 小工艺品 很难看 你看 就看似 就不经意 其实是 左是右是 左弄右弄 就不好看 因为这些视频 堆砌在一起 就很难出效果 然后现在就 就就变成这样 就这样一个 一个东西 其实还 把我家的这个视频 挨个拿过来 比划 都不好看 所以 我为什么不愿意 买小东西 小视频 就是这个原因 它不好出彩 不出彩 还凌乱 然后这个柜子里 你说不摆东西吧 也不行 然后如果以后 日后我再遇到这样的书 成套的书 我会买回来 然后就这样的摆上艺术一点的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就把中间那些视频全都撤掉 可是我喜欢的陶冠是这种的 是这种质感的 可是后来就没有嘛 所以说我就买了其他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人生当中就喜欢陶冠 这是最开始没有任何一个的时候 我首先是买的它 然后后来就又买了三个 就有点多了 像狼牙棒一样的 这个也不知道是国家 哪个民族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在国内买的是特别重 你看它 它不是一个假的东西 它是一个真的东西 就特别重 没地方消化它 说实话 最后就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这种很古老的 挺有质感的 这个是我从国内带来的 这个画 那个时候就挺流行这种 现在也不怎么流行 但是我还挺喜欢它 我就给它放到这 然后包括 这里边还有一幅画 这是卫生间里边的画 这个万象更新 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那个年在国内的时候 我搬家 它送给我的 我搬新房子 它送给我的 这多少年了 这二十多年 快三十年了 刚才把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了 其实如果要是说 按照你全新布置的话 这个视频里边 应该也有一些 点缀一些蓝色 跟整个房间主色调 呼应一下是最好的 可是我这些视频 真是太杂乱了 就是什么年代的都有 然后呢 就很难跟这个颜色再去呼应 只有个别的 有那么几个 还有那么一点蓝色的东西 点缀一下也就可以了 其实呢 视频到有更好 没有呢 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这些画呢 有几幅画 它里边有蓝色 其实也不是为了这个房子买的 只是之前恰巧有那么几幅画里边有蓝色 所以我觉得 墙面上跟这个房间的主色调 有一个呼应 也就可以了 也不能叫主色调吧 就是应该是一个点缀的主色调 那种蓝色哈 所以这个画上有那么几幅 我觉得也就可以了 总体来说呢 我个人的原则就是要大不要小 也不用多几件 大一点的 然后比较大起就好了 小小的碎碎的那些东西哈 就是看个人喜好吧 那个水晶的小鹿啊 包括就是那些小小的 就很精致 就不管你有多精致哈 可是它其实在一个房间的 在一个家居饰品当中哈 就是你不管它有多精致 只要它小 它就没有分量 就是出 对这个房子来讲 出不了彩 只能是说 嗯 个人收藏 个人喜欢哈 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小来小去的东西 就很麻烦 我未来可能会找个机会哈 就把这些 所有的这些小视频 都给它弄个grass sale 看看能不能就是处理掉哈 然后就清清爽爽的几件视频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家居饰品哈 分了几个视频 跟大家来分享了哈 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 呃 审美嘛 它其实是个很个性的东西哈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一定是没有个性的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来抛砖引玉吧 希望能给大家有一点点启发哈 呃 出视频了哈 然后周六周日就休息 所以在这里边跟大家说一声哈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